第三个部分是剪辑的部分 剪辑的部分除了我们原先录的影片 需要可能把不要的地方剪掉之外 然后可能还要做一些合并 再来就是我们YouTube这边 我们通常会习惯有一个片头片尾 或者是中间的章节的切换的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影片的最后的合并 就是你做好的片头加上你的修剪过后的影片 然后再加上片尾把它合并在一起 然后最后就是把它传到云端上去或做同步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片头片尾 那简单的去片头片尾 我们会使用格式工厂 格式工厂 那各位就自己上网去Google安装一下格式工厂 那我们先讲最简单的剪掉不要的部分 那这里有一个fruster clip 请把它点选出来 然后直接去选你要剪哪一个档案 直接新增档案 那我们就直接用我这边 原始的档案做例子 好假设这一个档案 好那我们选好之后这边呢就是剪辑的部分 好请你就点一下剪辑 然后这边可以播放 雷切软体 播放原来的档案 那重点是在 重点是在左边跟右边这里有一个开始跟结束时间的标记 所以你可以去看你的影片 输入制造者时代 好假设这个时候 假设你刚刚听到这前面都是废话或者是准备时间 好那你就要把前面剪掉那你就把这里做标记 然后再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 看到后面呢 好下载完之后呢 请你到下载资料夹 好假设你要到这里为止 好那确认好之后请你按一下结束时间 他就会标记好开始跟结束的时间 那你只要按确定就好 好他这边就会有一个工作在这里Ready 好那你就按确定 那你同样的动作呢 你可以一次选好多个下去做 做好之后这边就会呈现很多个专案 好那你这时候呢直接按开始 他就直接 去走去 好填好的东西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或者在输出资料夹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看 他会输出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掐头去尾的 只剩下你所需要的精华的部分 这个是剪辑的部分 好这是去头去尾或者是剪掉 需要剪到剩下需要的部分的操作 那再来呢 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这是威力导演的片头片尾 我们通常会习惯做一段 比如说你这是线属的课程 那你就会做一段花莲线的这个 或者你自己的一个片头片尾 那还好这边 这个通常会需要 有专业剪辑背景的人来做 那个效果会比较好 不过呢威力导演很方便 他有一个叫做快速专案绘本 快速专案绘本 那所以你把威力导演打开 那当然威力导演是需要付费的 然后你用免费的版本 他可以试用一个月 好完全没有基础没有关系 好我们就 好 我们直接呢 在这里有一个外挂程式 请你点一下 这里有一个快速专案绘本 那这个东西可以到网路上去下载 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下载 好这边有简单的说明 简单的说明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选用一个 这上面都是他的范本 好假设 我们先试试看 假设你喜欢这个会 这个专案的快速专案的范本 那我们就直接把他拖下来 拖下来之后 他会在这里 把他的所有的剪辑的内容放进来 那这里你唯一要注意的两件事 就是你要替换的影片跟字幕 那影片他这里有写一二三四五 所以这里会需要五段的影片 好那我们就切换回字幕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切换回媒体内容 那这里呢 把你自己之前录的东西 把它汇入进来 好原始答案就可以了 那没有关系 好我们汇入整个资料夹 好那这个都是你之前录的不同的影片 好 好然后你只要把你只要把它抓进去 你随便哪一个要抓到几号都没有关系 就这样抓下来替换 好他直接替换到这个一二三四就可以了 好这样影片的替换就完成了 影片替换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是 这是画框 然后这边另外还有那个字幕的部分 你看到这个A 看到这个A的部分大概就是他的字幕 他会有字幕出现 那你就去找 这是他的动画效果 这一个似乎没有字幕 好我们先来看看效果 好你刚替换完影片之后 这个效果会变成这样子 从头来 一下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 在钥匙圈的左边开一个孔 那做图做完之后呢 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来确定这些 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来看 做图做完之后呢 好那这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 我不希望我的这个声音出现对不对 那我就把我这每一个片段按静音 好片段静音 按右键 片段静音 按右键 片段静音 按右键片段静音 片段静音 好那这样子画面就不会有你的声音 那不会有你的声音的话 通常我们还是会找一个背景音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费入把背景音乐费入 好那 我的音乐是从哪里来的 待会我会还是会做教学 那我们的音乐是从YouTube里面来 那这个都是合法授权的免费的音乐 好那他出现的音乐呢 你就挑一首你喜欢的 假设就这个音乐 那你就把音乐拿进来放到声音的轨道 那他比你影片长的部分呢 好比影片长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缩减 把它拉到跟你的影片一样长就好 好 然后 修剪就好 好这样子就会跟你的影片一样长 然后呢 再来就是 通常我们不习惯 不习惯那个音乐一下就跳出来 所以我们前面会有见入见出 所以我们在 在影片的声轨这边点一下 在这条线上面点一下 把前面往下拉 这样声音就会慢慢到正常的音量 然后后面也是一样 我们多一个点 然后呢 把最前面这个点 把它往下拉 好这个就会慢慢变小声 好 所以你这时候重新再来听一下你的 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 声音就会慢慢变大 到最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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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的这 你做一个很棒的片头 完全不需要专业的知识 专业的剪辑知识 好 那所以你就去把它 把这个你做好的片头去做输出就可以了 做输出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片头 然后这刚刚这里面呢 有许多的那个有字幕的部分 好 那我们在存影片的时候这边留意一下 MP4 然后我们把它选 1920×1080 然后30个画面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音效我会用5.1 5.1声道 然后去开始他就会开始做编码的动作 把它存成MP4的档案 好 好 那这个是有关片头片尾 你要做那个你的影片的片头片尾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我们要讲合并影片 那这合并影片就是刚刚的 你做好的那个剪辑好的影片 跟你的片头片尾要合起来 那这两个因为你是用不同软体 你的编码方式有可能不一样 那如果 编码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在 格式工厂这里的用影片合并的方式 它是不能处理 编码不一样的 所以你还是得到 威力导演去做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比较简单 就是你的威力导演打开 然后呢你把你的片头片尾跟你剪辑好的影片把它放进来 所以汇入媒体档 比如说你剪辑完成的 这个操作 然后呢 再把你的片头片尾放进来 然后就我们一样再把片头片尾 片头片尾还有这一节的开始的那个章节的头放进来 然后全部都放进来之后就很简单 你只要把片头按次序片头 然后章节的头 然后你的剪辑的本体 然后呢 你的片尾 好 这样 这样子就完成剪辑了 所以你只要从前面开始 到这边就会开始做讲解 讲解完呢 会以图策定的这里的 会出现片尾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刚刚有 有提到一个音乐的部分 有提到一个音乐的部分 好这边 放 好 那个音乐的部分呢 我现在来补充说明一下 音乐到底怎么怎么取得 好 那 我们在剪辑音乐的时候是不能用 人家的歌曲 那个都是有授权的 所以我们就到那个YouTube的音效库 它里面有可以授权的那个CC的背景音乐 那所以我们浏览器打开 好 那个音效库的位置在哪里 各位可以到我的制造者时代的网站 我把连结做好了 因为它藏在蛮深的地方 好 找一下 好 好 在我的网页的右手边会有一堆连结 一堆连结 然后 在那堆连结里面的 好 这边 教学研究资讯工具 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的下面 下面第二个 YouTube音效库 你可以从这里点进来 那你要登录你的自己的Google的账号 好 好 那这个音效它有分背景音乐跟音效的部分 那这里都是全部都是可以用的免费的音乐 那这边的好处是你完全完全不需要是音乐人 你完全可以不懂音乐 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用情境来挑音乐 好 所以你只要去想说我的影片需要什么样的情境 好 假设我要学这个是很开心的 那我应该就是励志或方块 那我就选励志 选完之后你去试听 好 这个都是例子 那你要选方块 好 这边全部都是方块 快乐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很容易去选到你的音乐 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挑不同的类型 好 比如说你要拦掉的 好 快乐的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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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挑好音乐之后 好 挑好音乐之后 右边就有一个下载 好 你就直接点选下载 那这个MP3 你就可以放进你的威力导演去做剪辑使用 好 或者在其他影片使用 这个都是免费的 那这边也有音效 好 会需要很多音效 这边都可以使用 好 那这个是音效库的部分的补充介绍